说起《四大天王》的刘德华 相信大家都一点非常的熟悉了吧 刘德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是娱乐圈所有演员的典范 虽然现在已经出道几十年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火爆 人气依旧不减当年啊 大家都知道 从刘德华出道开始 就参演过不少的影视作品 如《神雕侠律》 《无剑道》以及《湿姑》等等 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仅演技好 歌也是唱得相当好听的 可以说刘德华是一个全能型明星了 刘德华的确挑不出什么毛病 他唱功一直有人质疑 他也曾谦虚地说过自己只红了三首歌 但他的演技出众 曾多次获得影帝的称号 可见他的实力不容小觑的 当然 这不仅仅如此 刘德华跟被人称之为老模 因为刘德华对于拍戏和演唱会 都是特别敬业的 从未出现过他耍大牌的消息 而且刘德华的好人品也是众人皆知 十分的平易近人 甚至还特别喜欢赠人玫瑰 他对自己的朋友非常慷慨 杜问泽 李克勤 张卫健等人 都受到过天王刘德华的帮助 看来刘德华真是一个得意双心的艺人啊 然而 刘德华除了事业非常顺利之外 婚姻家庭也是十分幸福美满的 与妻子朱丽倩相识于1986年 之后发展成为恋人 二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低调 因为当时朱丽倩的身份尚未公开 所以他们只能偷偷地交往 直到在2008年的时候 朱丽倩这么多年的等待也是没有白费 这一年刘德华带着朱丽倩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婚后的赵丽颖也为刘德华 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留相会 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 刘德华和朱丽倩的爱情故事 如同他们共同主演的浪漫电影 跨越了20多个函数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携手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朱丽倩始终默默站在华仔身后 为他提供关爱与支持 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众所周知 刘德华的人气非常的高 所以他的演唱会 基本都是场场爆满的程度 一向敬业的他 每次都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舞台 努力为观众成详最好的听觉盛宴 独亮 有次却出现了意外 那一次天王华仔 在香港宏馆举行一场大型演唱会 因为本来是一场天王的演唱会 很多观众都满心欢喜和期待 可是仅仅唱了三首歌 中途却不得不取消了 那是刘德华2018年最后一场演唱会了 所以会尤为重视 在演唱会中断的时候 他含泪向观众们道歉 随后他向大家鞠躬 并且感谢大家的到来 在场的很多歌迷都非常失望 但每个人都喊着 华仔不要哭 当时因为刘德华的 并不允许他继续唱歌 因为华仔的病情 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坚持唱下去了 所以只能遗憾离场 而后 许多大众都在网络上疯传刘德华的病情之严重 当然 众人也是十分关系 刘德华的病情究竟有多么严重呢 据了解 在演唱会当天 刘德华的老婆朱丽倩首次在大众面前亮相 也被不少网友纷纷称赞他俩夫妻恩爱 大家开始也关注起天网嫂 就在前段时间 有网友在网上爆出有关朱丽倩的照片 在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脸上并未有太多的担忧 因此也间接性地回应了刘德华的伤势并没有很严重 毕竟如果华仔出事 作为妻子的朱丽倩 应该会第一时间赶去照顾 但他当时还悠闲地逛街 因此大家为刘德华也松了一口气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谢谢大家